有毁灭 吃庄丁 这些迹象 对不对 它对于这个周边的村庄 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 构成了一种毁灭性的迹象 也就是它有迹象 有毁灭周围的山庄 因为 下面就告诉你了 它告诉你一个环境问题 这句话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一个 水土流失的问题 对不对 它说如果是没有植被的话 原因是什么呢 大与会 not only but as well 不但会 wish away soil 而且它冲走的不是earth 它冲走的是soil soil我们曾经跟大家解释过是 植物生长的这个源泉土壤 好并且还会怎么样 cause serious flux 并且还会导致这种 serious表示的是什么样的洪水 严重的洪水 并且还会导致严重的洪药灾害 这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要植树壮林的原因 对不对 and when the fire had at last being put out the fire had been put out put out means put out means撲灭 当那个火最终被撲灭了之后 the forest authorities ordered several tons of a special type of grass seed which would grow quickly 说那个森林的什么局 当局 虽然就是林业局 所谓森林当局不就是林业局吗 说那个林业局怎么样 好 order something order means 订购 这个order是翻为订购 订购了several tons of a special type of grass seed 在这个grass seed 就订购了一个草子前面 加了两种修士词 一种叫做several tons of several tons of means tom t-o-n 比较是吨 比较好几吨的 好几吨的什么东西呢 a special type of 一种特殊品种的 type means品种 一种特殊品种的草子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用type of 为什么会用type of 而不用a special kind of 那么这时候就因为我们type这个词 具有kind这个词 跟我们的type 在汉语当中翻译是一样 翻为品种和种类 但是在英文当中 我们的type一旦说起来的时候 就强调这个type是指 含有跟其他同类东西 有不同特征的 明白意思吗 如果这个东西只是属于草子的一种 只不过你这个开紫花 它那个开黄花 那它只能叫a kind of grass seed 但是如果这个花子种下去 五天开花 那个花子种下去五十年才开花 那么它可能这一种 这种概念其中有一种花 可能叫做什么 叫做type of 具有跟周围其他同类的东西 明显不同特征的 就用type of 所以现在来看看 为什么叫做special type of 那市场就告诉你 这种草子可能跟其他的草子 具有明显的什么 不同特征 因此它定了什么样的草子呢 下面就有了which 引导的一个定义松句 我们来看什么草子啊 which would grow quickly 这种草子跟其他草子 明显不同特征 就是这种草子能迅速怎么样 生长一般的草子都要 今年拨了明年长对不对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迅速生长的 所以用type of and the seed was spread over the ground here and we use the passive voice 我们用了被动语态 说the grass seed was spread over the ground 被喷洒在地面 怎么样的被喷洒 一个状语 这次的安语做状语 in huge quantities 大量的 这个大量的不是形容词 做副词用 它是一个借数的安语 in huge quantities 被大量的喷在地面上 by aeroplanes and the planes had been planting seed for nearly a month 你看看 它用了一个had been planting 什么叫had been planting 翻为一直在拨 一直在拨 这个动作一直延续 延续到什么时候为止 for nearly a month 延续了将近一个月 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when it began to rain 一直到它开始下雨为止 是不是 当它下雨的时候 它已经拨了一个月了 那么就证明 这个延续性的动作 一直到什么时候种植了 到它下雨了 种植 好不拨了 by then however in many places the grass had already taken root take root take root means生根 它说到那时为止 然而 上去然而到那时为止 in many places 因为在很多的地方 the grass had already taken root 上这个in many places 我们应该把它调作句末 更好理解 叫做 the grass had already taken root in many places 然而有很多的嫂子 已经在很多地方 生根发芽了 in place of the great trees here we have in place of 这里面我们出现了一个 非常常见的一个短语 叫做in place of in place of means place就地方吧 in place of表示 在什么什么的地方 因此我们的汉语当中 直接把它放为替代 直接把它放为替代 我们的第一代元也学了一个替代和代替的概念 就instead of 还记不记得 就instead of 而且我们当时说 instead of的后面 加的是做了的还是没做的 是做了的还是没做的 instead of instead of的后面 加的是做的还是没做的 加的是没做的 而instead of除了instead of后面这个词之外 剩下的一件事情是做了还是没做 做了的 所以我们当时说 如果说我远准备在家待着 结果去上学了 那么这句话是谁 哪件事没做 上学是做了的 而在家待着是没做的 所以那么我们因此就把它说成 是instead of going to school 还是instead of staying at home instead of staying at home I went to school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这个第一代元说的一个句子 然后今天我们在这里面也一样 in place of的后面一定要记好了 是在一个place这个词 跟instead of之间 基本上可以互换 但是有一个时候 他们的还是强调点不一样的 因为in place of 只能指代位置 因为place它指地点 对不对 它只能取代的不是事情 只能取代一个什么空间 比方说原本放着什么东西的 现在我把这个东西拿走了 换了另外一个东西在上面 那这个时候 我既可以用instead of 又可以用什么 in place of 但是比方说像刚才那句话 我原本准备待在家 结果去上学了 像这种句子 可不可以用in place of 可不可以 那就不行了 因为它跟地点没有关系 它跟事情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in place of记好了 跟instead of 在有一个时候是偿换的 可以替换 那就是跟地点有关系 如果跟地点没有关系 只能用那个词 instead of 所以我们说 他今天穿的一个裙子 而不是穿的一条裤子 你说用instead of 还是in place of 肯定只能用instead of 但是如果说 这个桌子上 以前放着一个茶杯 今天放的是个花瓶 你说是instead of 和in place of 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因为它跟地点有关系 好 那同样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in place of的后面 一定是原来放的东西 现在不在了 in place of 是原来放在那的东西 好 那下面我们就行 同学把我刚才那句话说一下 这个 这儿现在放的是花瓶 花瓶叫什么 vas 以前我们在这地方放的是什么 茶杯 茶杯叫什么 cut 所以这句话 你能够把我表达出来吗 这个 我放了一个茶杯在这儿 怎么样呢 取代 我放了一个花瓶在这儿 取代了那个茶杯 是不是 那我就会 首先我会怎么说 我会说 in place of 放前面放后面都没关系 所以你怎么放 那我们先说 in place of a cup in place of a cup 你看 取代了这个茶杯 然后说 我放了一个花瓶在那儿 I put a vase there right 我这句话就出来了 上去变成的 in place of a cup I put a vase there 我放了一个花瓶在那儿 这就是我们算法为取代 我们这样的话 一看这样的话的时候 在汉语当中理解 怎么理解 马上就理解吧 哦 原本是一个cup 现在是一个 vase 就这个概念 好 现在这底下的这句话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 把它读完 从第一句话一直要 从这个开头要读到最后 结尾的一个单词了 叫 in place of the green great trees which had been growing there for centuries patches of green had begun to appear in the blackened soil 现在告诉我 你出什么结论 原来在那儿的是什么东西 great trees 是great trees 现在在那儿的是什么东西 现在在那儿是 patches of green patches of green 你就把这两个四组 把它一画下来 像我们这上面一样 你把这个cup跟vars 一画下来 你就会知道 原本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 对不对 原本是great trees 是餐天大树 现在是什么呢 patches of green 然后我们再来看 great trees后面 又出现的东西 那我现在就会明白 in place of后面的东西 按理说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它又加一个东西 那是什么呢 为其引导的 定义从具 好 修饰这个great trees 什么样的餐天大树 以前在这儿是餐天大树 什么样的餐天大树 had been growing 为什么用had been growing 过去的完全表示 在大火烧掉之前 一直长着树 但是现在这树还有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表示在过去 一直长着的 好 had been growing there for centuries patches of green 我们刚才说了 green这个词可以 直接表示绿地 表示绿地 说很多片的绿地 很多片的绿地 给我们感觉像在那块烧焦的土地上 像什么 像补丁一样 烧焦观众 had begun to 已经开始 appear 我们不用come out 他用了一个更简单的词 peer 说那些草地开始显露出来 在哪显露 in the blackened soil in the blackened soil 发为黑土吗 发为黑土吗 好 那么时常这个black soil 跟blackened soil 还是有区别的 black soil 就是我们东北那边 叫黑土地 对不对 什么叫blackened 是这个地本身泥土 可能不是黑色 是被变成黑色的 你看blackened 就变黑 blackened 叫什么变黑 被变黑 被变黑的黑土 那你说 那个土地 怎么会被变黑呢 再想想刚才了 烧的 被烧成黑色的 那个土壤里面 现在开始有patches of green okay and by the way do you know when we have olympic green 所以呢 我们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我们常常有一个叫 奥林匹克公园嘛 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在 市场在这个北京 翻译出来的叫 olympic green 大家知道吗 在在那个四环路上 竖了一个牌子叫 olympic green 上面汉字写着 奥林匹克公园 然后下面底下 住的是olympic green 他市场告诉你 那是一块 奥林匹克的什么 绿地 green 是绿地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62个 62个 我们一连三处 出现了什么时代 had been doing 出现了过去 完成 进行时代 强调的是 过去的过去 到过去 某一点时间 不断发生 持续发生的一个动作 那时候 够了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过去完成 进行时代 so we can look at the two structures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关键句型 关键句型当中 有过去完成 这个过去完成 进行时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他们的区别在哪 共同点都是 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的过去 他们的不同点就在于强调点不一样 一个强调什么 过去完整人就强调的是 只要这个动作在过去的过去就可以了 至于它延续和不延续 对我来说都不持有影响 但是过去完整进行时一定要强调这个动作怎么样 非但是从过去的过去开始而且还要怎么样两个字至关重要延续 所以我们再次说明一下我们是将来完成进行时也好 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好过去完成进行时也好或者是叫做进行时代也好只要是进行就强调这个动作可以怎么样延续也就是说短暂性动词能不能用在这类时代当中不能只能乖乖的用延续型动词 好那这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会要见到的一些关键 and then the special difficult is 好然后难点 难点它有control和check 这两个字我觉得没区别 不叫没区别就不用区别 control叫控制 而check叫什么 检查核对 这两个字没有问题对不对 而great和big呢 great和big我们曾经也写出过 首先我们说big和great可以都指大 但是我们big强调的是一种面积或者是体积的大 而great更强调的是一个东西重要性 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东西很大而且重要那就用great 如果一个东西只是大傻傻的大那就用big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有big tree叫大树 而great tree它就叫什么树 什么叫参天大树 事实上今天所说的great tree 事实上就是指的是那些我们范围参天大树 但是事实上就告诉你那些树非常有价值 就这个概念 就哎呀那些树很重要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树 树 那么因此我们大家就能看到 如果这个树长得然后长得很高很高很高 然后然后你看它一般就一般的巫童树 你就会怎么说 就big tree对不对 只不过它长它长旺掉了 然后长得太高了 然后还有一种树是什么呢 你到这个北京的这些很多的公园里面去 你就会发现上面挂个牌子告诉你 这个树已经有两万五千年了 那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树 great tree 它哪怕不高它也是great tree 因为它太重要了 它能长这么多年 好那么再来看c soil and ground 这两个字 soil 泥土 而且我们说是什么样的泥土 能够让植物生长的泥土 叫土壤 而ground呢 叫地表 地面 它跟土壤没有关系 OK Now so much for lesson 62 好 那么我们点62个就等人结束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